WHO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 今日7月14日正式将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田 Aspartin列为第二B级可能致癌物 阿斯巴田是一种人造甜味剂 无糖可乐 Extra口香糖均有添加 法新社 世界卫生组织WHO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机构 今日发布研究报告 正式将人造甜味剂阿斯巴田 Aspartin列为第二B级可能致癌物 但联合专家委员会重申 每人每日允许摄取量不变 EWHO规定摄取量每公斤体重不得超过40毫克 阿斯巴田是一种人造甜味剂 自80年代以来 广泛用于各种食品和饮品 包括减肥饮料 口香糖 明胶 冰淇淋 油烙乳等乳制品 早餐麦片 牙膏 止咳药水和维生素咀嚼片等药物 此次联合专家委员会 针对阿斯巴田相关的潜在致癌危害 和其他健康风险进行研究 结果指出 能证明其对癌症和健康方面影响的证据有限 故将阿斯巴田归类为第二B级可能致癌物 一级该物质致癌性的科学证据相对薄弱 但仍然存在一些研究结果 表明其可能具致癌作用 报告指出 WHO过去将阿斯巴田每日允许摄取量定为每公斤体重40毫克 这次研究没有充分数据显示 这项标准需要调整 雇物委员会重申 民众在规定摄取量内可安心使用 以体重70公斤的人为例 其每日总摄取量不可超过2800毫克 一罐还有200或300毫克阿斯巴田的代糖饮料 大约要喝9-14罐的才会超过规定摄取量 引发致癌风险 IARC将导致癌症物质 分为四个等级 第一级确定致癌物质 第二A级高度可能致癌 第二B级可能致癌风险 第三级不确定会致癌 第三级不确定会致癌